主席德乌帕 习近平指出 尼泊尔大会党同中国有着历史渊源 大会党在执政期间 为中尼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 中尼作为友好邻邦 一直是好兄弟好朋友 无论你哪个政党执政 中尼两国都会保持稳定友好关系 中国共产党也愿同大会党继续接触 开展交流合作 德乌帕代表大会党全体成员 热烈欢迎习近平访问尼泊尔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德乌帕表示 尼方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感谢中方一直以来 支持尼泊尔主权和领土完整 支持尼经济社会发展 尼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绝不允许任何反华势力 利用尼领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 大会党欢迎并支持中方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很高兴在执政期间 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促进尼泊尔与地区互联互通 大会党愿与中国共产党 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सवै को सवै भंदाराम्रो ratupati.com 210aaaaaจek 410-900-800-700-400-80-1713309